李燕淑洗掉了农妆 恢复了自己原本的模样 他回到家中 母亲对这次相亲问东问西 韩君尧寻寄出来 对燕淑一顿嘲讽 暗示他和母亲都赖在自己家里蹭吃蹭喝 临压力耻的燕淑很快回击了韩君尧 把他气回了房间 虽说您是我爸后娶的老 但这个后口鬼上 我也算是您的女儿呀 您这么说话就让我太伤心了 是吗 那你是不是该叫我一声妈 听你妈的话乖乖回房间吧 李燕淑 这里是我家 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谁也管不着 还有你 别以为在我家待了几年 就可以对我指手画脚的 这栋房子的主人姓韩 不姓李也不姓夏 妈 你得加把信了啊 您得赶紧把这个房子过户到您的名下 保不起哪天您就被赶走了 这栋房子的主人确实姓韩 不过他刚好是我的丈夫 至于这栋房子的归属 静瑶不是我说什么 你爸的身体还硬朗着呢 你就这么着急替他分残产啊 但是在燕淑的心中 一点都开心不起来 母亲改嫁给富豪 从此便被标上了贤品爱富的标签 为此燕淑也受了不少委屈 错综复杂的家庭关系 让他心里深埋着许多忧伤 燕淑畅然若失地走在路上 而此时一辆飞奔的汽车从他身旁驶过 过快的车速一下子带倒了燕淑 司机立即下车查看他的伤势 燕淑刚想发脾气 抬头一看 竟然是自己下午刚刚恶作剧过的顾承泽 此时的燕淑已经泼去了自己小太妹的伪装 顾承泽并没有认出他来 只是一直关切地询问他伤势 陪付他医疗费用 要不我送去医院吧 看看会不会留下什么后遗症 不会是龙亚人吧 真可怜 之前拿着去医院检查一下 你拿着钱去医院检查一下 为了防止意外 顾承泽还将自己的名片交给了燕淑 祝福他如果有问题可以随时给他打电话 放上去医院检查一下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